大家好,我是花蓮海星國小林吉正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3D加西館創意動型 我希望讓生活科技能夠以第一成本推廣到各個學校 然後一開始 一開始是因為這一個影片引起了我開始設計機構的動機 然後一開始我是用紙板或是用冰版本來製作 可是發現這樣子的製作主要的時間蠻長的 要帶小朋友隔點,要花時間 換想說他可以用什麼方式可以讓小朋友來做這個作品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教小學嘛 所以就用最簡單的Tinkertay的程式來設計一些組件 然後一開始設計是用那個戶頭幫子接到那個組件旁邊去做設計 然後就做了一個這樣子的粉身手 然後發現有點麻煩 因為你要把木頭包起來給3D裂的組件很大 要硬很久 所以後來就想那我們用吸管 吸管是可以包住組件的 那是不是就可以讓他的3D裂的零件就變小了 好,那就開始設計了 好,一開始我們只用阿達的轉軸 這設計一個你怎麼推他都不會倒的 的一個機構設計 然後再來就是轉軸再加一個滑桿 設計一個模仿步行的一個那個 然後再加一個轉軸再加兩個固定的旋轉點 就設計一個六足手 然後再來就是利用更多的結構來設計不一樣的作品 好,就是利用 然後這就是把它轉軸改成輪子 好,來設計 好,來設計 然後這是直接利用他下皮筋的拉椅 可以讓這個車子直接在座子上跑動 好,必須要用到控制板 好,再來就是結合其他的設計 用針頭做那個 然後另外用其他的結構部分來設計 好,因為本來有影片 好像沒有動 好,然後設計摩天輪 好,然後設計滾字台 好,然後我們想說結構設計 好,在硬體 如果沒有軟體它就沒有價值 好,所以我們結合硬體 好,下一個就是用那個Moto Modulo的那個Moto Parklet 寫的程式結合那個APP Event 做那個自動的那個控制 一下喔,因為它有一點彈掉 就是 我們有一個第一階段 就是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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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兩階段 就是第一階段 就是第一階段 不好意思喔 再開一次 補充的 請知道老師呢 請知道老師呢 有帶一部分來啊 放在旁邊的攤位啊 那等一會 演講結束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現場 去體驗一下 這些說是利用 我們簡單的機構來做設計 然後這是螺天輪 然後我們也是結合那個自動控制 喔這個 就是用到Moto Duelans 然後加上那個ATV Event 做控制 然後這是單純的那個彈珠台 然後在這間就開始加控制欄了 因為如果硬體沒有軟體 它就沒有什麼世界的價值 可是軟體也要硬體來呈現 才會吸引那個學生的那個興趣 然後這個就是直接 我們把它的結構就做比較複雜一點 這也是一樣用WOTTOBALL 可以用WOTTO DULO的板子 然後結合APP裡面可以做過的事 然後再來因為我們今年7月 有收到聯花科7697的板子 打用聯花科7697的板子 來做控制設計 因為它的程式非常簡單 很適合我們那個國小的那個小朋友來設計 因為它是用金方式 而且它是畫格子 畫格子告訴他指定以後 它就可以去做動作 然後這就是四連一小朋友來設計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結合另外一個 那個跟多工的 這次用S4A的那個開發的那個板子 去做控制 然後是用那個S4 就是比如說機器人的那一個 它是不用把軟體燒進去的 它直接從覆蓋就可以控制的 比如說像沾嵐 其實是做巧合的 可以看起來像沾嵐 就可以讓它做不一樣的那個動作 但是這集的那個 就是那個藝術人 就讓它變成像一隻蝴蝶 它可以把翅膀打開 然後合起來然後鎖起來 它可以做揮動 它目前我們在華麗有開的三場私訊 就是結合有單純的動作 還有幾個那個控制檔 然後在高雄也有辦了一場 一個開場演習 然後在南投教學 也有辦了一場演習 然後基隆教學也有辦演習 然後老師們有自己 就是我們推網友 老師有自己在辦了一個國中國小的工作 然後目前在香港要推 因為他們有 我拖照網友他們有不能進行福利嗎 我說對啊 然後我就把答案記錄他們 所以香港目前也有推這個特程 然後他們從5月就開始推了 可能推的還不錯啦 因為本來是兩小時一半五十塊 他們現在已經推成兩小時兩百九十塊 這是他們目前推 可是這個是誰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是跟我們一樣東西比較可怕 然後在馬來西亞 特別是直接跟新加坡他們現在也在推廣 特別是結合他們設計的一些控制檔 來做推廣 然後有老師說 這些領域就是用3D列印 3D列印是不是要一頓九 所以有的老師怎麼樣 他就改用每切 老師用每切以後來做 然後目前 那個中式高工的老師 他有開模生產 上面就是他開模生產後的領域 這樣子的話 以後我們要做演習或是教學的話 就不用一頓九 因為我曾經開了一場演習 一二十天 因為要印150 要印很久 然後這邊就是 我整個作品的那個網站 然後這一個就是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 你只要打在網址就可以下載所有的檔案 包含組裝作品 SDR檔案 還有整個的那個工智程式 都可以在那邊下載 然後歡迎老師們 我還有這個 謝謝 好的